大家好 我是卡中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我們曹操 招招 隨便你啦 我們就是想要來聊一聊 靈氣或是一些看不到的東西 不是靈氣嗎? 對 是靈氣啦 我說看不到的東西要怎麼聊 那我們聊一些靈氣 也可以啦 問你一開始是怎麼接觸 你家是跟公廟有關係 對 我爸其實也是雞頭 可是我一直對這方面我就是麻瓜 他們以前真的要在神桌下睡七七十九天 要上刀 有經過一連串的 那你爸有試圖傳給你嗎? 我後來學佛之後 他曾經有要傳給我 可是我一直說這個我不需要 佛教裡面就有講到一個叫做輪迴跟涅槃 你看我們就是從小然後要努力讀書 然後讀書覺得很累 然後長大又開始工作 然後到後來就死了 那我累積這麼多東西到底要幹嘛 然後想說那我下輩子再來的時候 又要做一樣的事情 很厭世耶 就很厭世啊 涅槃就是你可以不用再來玩 就是你可以回去就不用再來玩 你真的很不想來耶 很想超突就對了 對 那個時候 好 其實我以前對神性靈蠻不屑一步的 因為我就覺得 我也是 對 但是後來還是有一些事情發生 那你呢? 一開始是接觸水晶 那我就覺得水晶真的讓我的心情比較好 比較不舒服 具體一點你水晶怎麼做 你是拿著冥想嗎? 有試練過或是什麼就知道 心會很痛有沒有 我問具體 你拿水晶怎麼做? 就帶遮陽 因為它剛好就帶在心輪上 然後那一個水晶剛好就是對應心輪的頻率 它是頻率是相近 所以它去調整 我就發現 我一帶上去我的胸悶燈不舒服 就緩解了 我就說我怎麼會這樣 那你就不能說你是麻瓜啊 不是有感覺嗎? 就是有比較好啦 對啦 有比較好 可是那個效果是每個人都會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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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他覺得他只是裝飾 你就說我就有感覺啊 我不是那種 就是從小很多人就是看得到什麼 因為這位老師他很愛說自己是麻瓜 你們就有一些FU啊 你說你跟觀音有一些緣分 所以你就特別喜歡觀音 就從小都很喜歡他 就是 家人沒有特別推薦 沒有特別推薦 因為我爸是基神 他是三太子 你爸推三太子 他們很推三太子 然後你喜歡觀音 對那我就完全不理啊 然後我就一直管觀音 其他我都不管 然後你爸就說 可惡又一個喜歡觀音的 就是我之前的工作 是警察嘛 那我當初會選擇這個工作 其實也是因為 從小就是人家會講說 工作就是辛苦的啊 工作錢很難賺啊 你就是要好好的 讀書才會好工作啊 然後興趣不能當飯吃啊 就是有一些信念上的 那我就當警察就好 被糟蹋是正常的 是應該的 然後你不可能做你該做的事情 那我慢慢的一步一步去發現說 事情應該不是這麼一回事 你從小出生就是一個很天真 玩這樣子的人 可是你看從小就是 爸爸媽媽媽說 他長大變老實說 然後社會說隔壁姑媽說 然後這些東西 讓你越來越不像你自己 其實你根本就沒有在做自己 家戶病房的護師事 因為他說他那時候回去之後 有一個阿嬤 他就是本來在家戶病房 已經很久就是茶館 然後他也走不了 然後他也起步來 就一直卡在那邊 然後他說那時候學完回去之後 他有一天就忽然覺得 那個阿嬤需要能量 然後他就想說他就 給他一些能量 然後後來他過一天兩天 他阿嬤就走了 很安詳的走 是很安詳的走 對 可是他一直灌出能量說阿嬤快走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都會跟人家講說 因為其實一般人會想說阿嬤快起來 對不對 對啦 那但是我都一直在教導一個東西 你在使用靈氣 或使用任何療癒方式 都是不要有任何你個人的意念 就是一個連結就好 你只是share這個能量 那他想要拿這個能量去幹嘛 是他自己決定 我們自己的智慧程度 我們沒辦法理解 到底怎樣對他來的時候是最好的 腫瘤的貓咪啊 或是癌症的個案 他們都已經到很默契了 然後那時候我給他們能量 我也沒有任何的意念 所以人家說你會不會卡到 我說我沒feel 因為我只是純粹支援 他一直會要醫生幫他打麻肥 一直讓他鎮靜下來 不然他就會整個人 然後後來我傳靈氣過去之後 他就比較come down 然後整個人就安撫下來 然後再過一段時間 你怎麼傳給他靈氣 就遠距就可以啦 就是我只要在我家裡把能量傳過去 他就可以接受得到 過好一段時間 後來想到就問他說狀況說 後來他爸就離開了 他說說不是當下是過了一段時間 他說當下的狀況是非常的peace的 那靈氣就是不用工具 會不會有點接近氣功啊 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氣功他其實是 我們比如說去練氣 把這些外氣化成內氣 然後去把這些氣練起來之後 然後他可以去推氣 比如說我把氣推到你身邊 做一些身體上面的處理 對啊 可以 可是 有 所以他是用他自己儲存的能量 去幫他做 那所以常常會遇到一種狀況 如果他自己狀況現在沒有很好 如果他 吸大會氣 所以你是滅雀師 滅雀師什麼 要看死神才知道 不好意思 反正就是他就是用宇宙的能量 去攻擊別人 他不是用自己的能量 我們是就是療癒 相反 對吧 這手工波沒錯 可是你沒有敲棒 因為他很不會這樣 蛤 還要敲棒 他就用這個震動 那有像那個夜市裡面在賣東西的 聽一下聽一下 好 然後震動會有討論音波 那聲波裡面其實有我們聽得到的 跟我們聽不到的 超音波或什麼的 然後還有泛音 你聽 如果你仔細聽他其實有兩三個聲音同時出現 他會有很多的頻率 所以有些事我們聽不到 但是你的頭腦聽得到 所以他是可以滋養你的大腦皮子層 我以前睡覺如果真的很難睡 我就放在枕頭旁邊這樣敲 然後敲完就睡著 然後現在就 手就直接放著就好了 手也不會忘記帶 所以我對我來說比較方便 傳訊息給大家說我現在已經做完 然後我剛剛觀察到的狀況是 你哪裡有狀況哪裡有狀況 因為我是以麥倫來講 比如說你的頭部附近的能量上比較什麼 你可能最近沒有睡好 那這樣就不是麻瓜啊 怎麼 對啦 我說一開始我是比較麻瓜 就是我都跟學員講說 我都學得會 你一定也學得會 對 應該是每個人其實都感受得到 但是我們其實都 太習慣把目光放在外面 我們很難去靜下來去感受 或是自己摸自己的身體 你的那個觸感 你都已經快忘記 你的身體被摸什麼感覺 或是吃東西的感覺 其實我們就沒有辦法就是收射回來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體會到這些小小的東西 就沒有專心在自己身上 都在看手機影片 對 或是 那你的意思都已經不在這邊 或是遊戲 嗯 不需要講 我覺得薩滿被污名化得很嚴重 你有玩遊戲嗎 我覺得很多遊戲 它的薩滿都是 孤獨的感覺 對 紫氣疼疼 然後長得就是 很奇怪 無失聯 我覺得薩滿是不是很像 我們現在說的通靈者 通靈者不代表就是薩滿 對 薩滿他 他還要做一些事情 薩滿一個特質就是 他可以跟其他世界溝通 甚至他可以到別的世界去 Journey 去做一些 取得一些訊息回來 因為人類文明的發展 其實是這樣 開始造成的 然後把那些知識帶回來 可是我們很多人的靈感 不是也是這麼來的嗎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可以 用一些薩滿的一些 技術 讓我們生活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的重點都是 這些東西都要有用途 不管是靈氣 不管是重播 對你的生活要有幫助 我要分享 我常常看一些書 然後寫得很棒 可是我看完之後全身無力 為什麼 就是我好像什麼都沒辦法改變 因為世界實在太偉大 太厲害了 像比如說宗教或什麼 他一定會給你一個世界觀 這個世界長怎樣 什麼是什麼 誰哪個神說什麼 哪個神說什麼 可是 這是他說的 那你有沒有辦法自己親自去體驗看看 我覺得現在就是 就是一個 覺醒嘛 就是每個人他都可以有不同的世界觀 就會變得非常複雜 對 就是靈性自主啊 對 你有自己的Style 但是那是屬於你自己的Style 你不一定要強迫人家去相信 你會自言自語嗎 找高我聊天或什麼之類的 有時候忽然覺得一個直覺 我想要做什麼 或是我 其實那個想法跟念頭 其實照理說就是 人家說高我啦 其實沒有那麼懸 就是那個就是高我 那高我是什麼 高我不是一個兵 那就是高我 對 高我沒有不是什麼高的靈體 高我就是你自己 是 只是那個自己是 沒有經過這些 那些靈媒或什麼 他們為什麼可以這樣 是因為他們很能辨別 這個是高我的訊息 或是這個是什麼訊息 當然有的是以為自己有分辨 但實際上沒有分辨 那這個我們就不講 其實兩個都小我 對 對 他如果知道他想玩就OK 那會給你的可能就是 不是那種比較 真的比較正或比較高頻的 譬如說本我 因為你想玩 所以你就會遇到想玩的人 對 想玩或想玩的靈體 就會來找你一起玩 對 因為能頻率相近 這很明顯啊 頻率相近的就會catch down 玩咖遇到玩咖靈體 真的 大家一起玩 Happy 這一幕會拍進去嗎 喔 他這個是 就是 那坦誠意思是佛菩薩的淨土 就是說這個就代表佛菩薩 我自己房間掛了一個 我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 然後很多 然後我就覺得很美 很多佛菩薩的淨土 Om Ahong 就是Om Ahong 這個是藏文 然後他就會寫很多的藏文 就表示說這個是哪一個佛菩薩的坦誠 的淨土 然後他是從上面往下 他是服侍圖 可是後來我去接觸薩門 我才了解這個其實是在幹嘛的 他們可以藉由這個 然後造成意識轉換 然後直接真的到佛菩薩淨土去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通道 所以他其實在畫 所以他畫的過程中 必須其實真正的要很嚴謹 可是其實後來就比較多 他們可能就只是畫漂亮 他也是手指十字 然後 他就是那個女生按著那個佛菩 然後就會看到一些東西去哪裡 然後我也覺得那很像 王子或通道的概念 就是 我之前一度想詩 但是我覺得好像太瘋了 好啦你講一下你的書吧 哈哈哈哈哈哈 方面差很多欸 因為 這是寫真集 這是寫真集的概念 我跟你講 因為找不到照片 塔羅你也OK 對我有接觸過塔羅 你看了很多 完了之後 然後所以呢 那我要怎麼做 或是我可以怎麼做 有解嗎 其實生性你就是要幫你解這些東西 那最基本的就是應該要讓你 能夠馬上改變你自己原來的模式 你的行為模式 你的思考模式 你的新的道路 之類的 對或是你 我常常在學會講就是重點是你 會不會太性能量啊 可是這實話啊 你就相信你自己可以做 你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太 力量被剝奪太多了 嗯 好 謝謝我們各招老師 好謝謝 哈哈哈哈 來 我要有被動收入 我要有第二份薪水 我要去幹嘛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早點退休 那退休要幹嘛 要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就嗯 那我就問說他想做什麼 然後我就說 他們就會 就想說你年輕想做什麼 都不知道你幹嘛一直要賺錢 那我就問他 或者是另外一派他會直接說 那你想做什麼 你現在就去做啊 我就會這樣講 你就去做啊 他說可是我沒錢 我說你要是真的做對了 你就錢就會自己來 你根本不用care這件事情 你當你還會執著說 你還要賺錢 我覺得大家不相信錢會自己來 這件事 對 那我自己之前也是這樣子 我也 我一直都自己來 那可是你還是會不信任 因為大部分都會不信任 只要換跑道的時候就會不信任 換跑道的時候就說 這條路這真的有路嗎 然後發現到直路之後發現 喔 對啊那個世界很大 對 因為你還是會願意去接受 你會接受 宇宙給你任何東西 你會有接受度 你會願意去嘗試 可是一般你就會 他就在那邊一直守說 我覺得不可能啊 不行不行 然後就會用舊的方式啊 就限制啊 這就是限制星星 你沒辦法限制住啊 你就沒有辦法去 所以就是嘗試 然後你願意放開 就覺得他們一直在教我很多事情 新的討伐源一直會開這樣 對 然後你就一直去體驗生活啊 就覺得 現在是做這件事情 還是會做這件事情 對 雖然可能一開始看不到 可能不知道會不會有錢 但是 但是通常他們就是很好玩 當你知道要不擔心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會 給你 給你錢 對 謝謝大家 嗯 雖然還不知道 會不會有錢 不用不知道就是 因為真的有錢 他是不會擔心有沒有錢 對對對 所以我現在也沒有在擔心 對那你的錢就覺得夠 或是覺得夠你想贏 對 嗯 所以要賺錢先把自己的財庫容量打開齁 如果看更多更多神秘的東西 或是有趣的東西 或是有趣的東西可以 我們 我們呢就是看緣分好不好 採訪一些各種老師 或者是有趣的人 或是願意跟我聊聊的 也可以聯繫我喔